大家好,今天來一點輕鬆的內容 分享一下新角色的絕招強不強 另外來探討一下陸建嵐的身世 其中比較難邀請的是唐太君 這邊來說一下如何邀請 如果你是武林盟主,利用盟主經歷要他會失敗 他表示他坐鎮西南地區已經遠離中原了 可是如果你有武林霸主的稱號 有私心輔製單就可以逼他加入 他一眼就看出這個彈藥 這邊必須要跟他打一場 打贏後他眼神迷離就會跟著你走 輔製單獲取要有這個稱號 稱號可以是開局的時候帶 或者是進入遊戲內把六大派剿滅也可以成為武林霸主 接著到琳藍館找扶搖子 他也看到你就會行禮拜見武林至尊 接著點他交談考驗 他會分別用一層、三層、五層、七層和全力來跟你打 只要打贏他即可獲得私心輔製單 雨吹雪 範圍五層三 未破防附加10點自盲 破防額外造成生命10%傷害 並附加20點自盲減少10點集氣 拆頭縫 扇形範圍四個半斤 未破防減少5%防禦 破防額外造成生命12%傷害 並減少10%防禦 先禮後兵 支撐物性越高 增幅隊友越強 每點物性增加幾方角色攻擊力 防禦力各1%和擊力點數1點 沒什麼華麗的特效 不過我們看一下狀態 因為我劍藍物性是22點 所以攻防加22%集氣加22點 我發現招很強欸 我做到攻擊力快1.9萬了 而且擊力點數來到200點 重點是這狀態可以持續整場戰鬥 萬獸歸宗 召喚五大零獸 這招會有點失望 我一開始沒看進來以為是一堆動物亂入的攻擊 結果是召喚五隻寵物啊 重點是這幾隻寵物攻防還不高 也沒有像我們寵物一樣有絕招 有點可惜它是假擊絕招 之前看到玩家分享蠻有趣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解過這一段 苗木梨希望我們貢獻一個處女 之前實測結緣女角是沒有辦法的 結果看到有玩家分享給苗木梨唐太君 這邊就不用煩惱要給他拿一個女角了 只是有點納悶的是唐太君不是有兒子陸劍男嗎 從這邊得出兩個結論 一作者沒有想到玩家會獻祭唐太君 二陸劍男根本就不是唐太君所生 所以他還是處女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陸劍男真的是持改版最大枯住 連老媽都不是情媽啊 以上是新角色絕招集陸劍男聲勢解謎大分享 支持改版內容算告一段落 想看什麼實測留言分享一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幫我讚訂閱分享加開小鈴鐺 我是小楓我們下次見